1 2 1 2 七格 好,vio手掃黃金師鋒,怎樣掃黃發? C 엣 Hϊо,掃黃棒 甲 undergraduatelarda champion,怎樣掃黃發? 他是89條怎樣掃黃發? 好,你去找他 我們可以側面反映的是,王毓民議員的助理基本上是不太熟例和不太熟書的 我不知道是他本人還是他助理,究竟犯了什麼問題 阿進只能夠說兩句,他一說多兩句就糟糕了,我想很多人經常都會說,王毓民自從人力分裂之後,他做網台節目很多時候是賣Radio 他那邊籌到好像幾千元左右,我不管了,不要打差我了 我想說,他可能在論述上的內容,可能大家有聽到的網友會覺得越來越沒什麼料 不是,他也很接近的,在立法會的發言,他的確是好的 是的,他發言接近,但他做網台節目 可能之後我可以解決他 好了,不要打差 這面子大了一點,繼續 在內容上可能特別一些硬資料,或者一些理論的東西,可能沒有以前那麼足 沒有以前那麼足 但其實我就看,如果看完這件事來說,似乎他好像連搞拉鋪都好像有點隨便 就是好像以為覺得,都是這樣隨便把那些日子換了,換其他內容 以為可以出到修正 所以曾育成都不需要給他面子 89條全部都剷掉,一條都不剩 但又不見他搞我們萬必或大舊的修訂嗎 因為其實,你客觀來說 你和曾育成打龍通,不搞你,只是搞人家 因為客觀來說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什麼都可以 可以這樣說,你當然可以這樣說 但那些陰謀論呢? 你什麼都用陰謀論 其實他們很喜歡什麼都用陰謀論 但你就看回曾育成自己說的話 他合不合理 他自己的線是否跟著 我們現在一定不信任曾育成 他說什麼都不信任他 他說他是男人,我也不信任他 那你不信就不信 我想如果大家去看的話 曾育成當然不是我們的朋友 或者不是我們自己人 但他不是一個不亮星 如果他是不亮星那種 打橫來做的,你當然可以完全 不亮星會不會廢 但曾育成至少一件事 就是他在建制派裡面 他起碼就算他動你 他一定會找到一個理由 或者一個 你如果給不到位置他上 他不會動你 他會強行引你 或者他用必要時才去到最後才出爛招 所以我想說一件事 我想可以執眠 他那個 紮實程度不只是他做網台 沒有以前那麼紮實 是他議會工作也沒有以前那麼紮實 東方為什麼要動他 我告訴你 就是他做了一個旭文踩場 想每一集做完之後 文字部的同事拿回他的旭文踩場 在文字版的東方日報出發 都找不到 所以旭文踩場就接了 馬老闆在台灣剛剛去世了 沒有人再看旭文了 所以為什麼現在東方 我們看到他好像民主派了很多 因為馬老闆不用再看 六八九的臉色 他經常都想回來香港 對 不用想了 這些全部都是老蕭告訴我 剛剛我撞到老蕭在外面 因為馬老闆以前他還在生的時候 他經常都想回來香港 所以就要養別人的避色 養人避色 養人避色 六八九的避色 就住就住 你說得對 現在馬老闆已經去天堂 跟主任蘇基督都在一起 所以就不用給你了 我告訴你 所以就移動你了 移動六八九 移動你黃族 就是這麼簡單 老蕭剛剛走過 跟我說這些 所以其實這一方面可以看到黃旭文他本身 我覺得這些可能要一些很技術活 很細緻的位置 沒有以前有那麼多人幫他處理 因為以前拉布的時候 還是人歷年代 那時候拉布有人去專門負責 可能去統籌究竟如何去抓 或者在技術上 劉翁 劉翁寫了很多稿 劉翁就是拉布之父 告訴你 劉翁如何避免 那些被人 例如曾主席 因為曾主席一定是 因為曾主席一定是 他找到官面堂的理由 所以你一定要跟他 鬥智鬥力 你一定要做到一件事 是能夠符合討論的主題 就是說你的修訂案 你要符合他討論的主題 你就要看條文本身 他那個責要 究竟那個主題是什麼 你要遷就那個主題去做討論 如果不是他可以說 跟議題無關 就一下子斬了 你一整組就死了 沒錯 你看到現在 甚至乎曾主席 可以說 你重複的 類似的 他就合併來做辯論等等 所以現在拉布 我可以這麼說 是越來越需要 很留心 可能在來出修訂我的時候 是需要更加仔細 去看回政府的條文 究竟是怎樣出 他的責要是什麼 他的內容是什麼 然後是怎樣做 希望可以掃黃 掃到11點25分 好啊 這些聽眾真是 夠不夠料 掃到11點25分 曾鈺成 是的 曾鈺成出什麼 將他財政 幾個範圍 每個範圍限時多少 至於討論夠時間 我不管你討論完還是不完 我都會終止 直接投票 或者直接過還是不過 是用這樣的方式 當然這個方式 長毛應該會司法覆下 去挑戰他的 挑戰他 剝奪語言的發言權利 尤其是那些修訂樂 是你批了 但你最後不讓他討論 這個應該是有得爭的 我覺得 但問題是 他今年就一定被他過了 那明年行不行 你司法覆下 起碼要打幾年 過了幾年之後 曾鈺成都退了下來 他下年都不再選 他下年都不再選 他搞智庫 和湯家驊一起 搞智庫 不是一起搞智庫 不是一起搞同一個智庫 搞一兩年之後 就算他變成了案例之後 最多到時候 就被你抓 或者他有其他方式 第二個主席上又有 其他方式 總之他那一刻即時裁決 其實你是阻止不了 所以日後的報 可能要更加講技術 不是好像起初那樣 隨便把他變成重方 換了一個題目 換了一個日子 不是好像以前那樣容易 可能以後就算 所有立法會 各個要抓捕的人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更加要花時間和心機 和建制派的主席 鬥志鬥力 需要 是啊 老蕭以後不想跟你說 他說什麼 他都不是那麼小器的人 大人物 還有多久時間 沒有了 沒有了 喂 待會回來要講一下 為何要燒白皮書 有了